一,腰部好不好,一试剪刀就知道。 剪刀就是把大脚趾向上翘起,反映的是腰部情况。 腰椎有问题或者是腰肌劳损的人,这个动作会做不到位。 经常做这个动作能够疏通脚拇指上的肝经、脾经、肾经。 二,晚上睡不好,石头一定做不到。 石头就是把所有的脚趾都紧紧地抓扣住。 这个动作反映的是头部的血液循环情况。 凡是睡不好,脑供血不足,精神压力大的人一般也会做不到位。 经常做这个动作能够疏通脚上的膀胱经和胃经胆经。 可以从脚底到头顶促进全身气血运行,特别是头部的血液循环。 三,脚趾分得越开越好,你一定不知道。 把每个脚趾头都分离,脚趾打得越开,说明你的经络越通畅。 三个动作打通腿部六条经络,每晚睡前反复剪刀石头布五分钟。 通经络又保健,经络通了,睡得好,更有体力,气血足,火落畅。 看似简单的三个小动作,却能够为我们身体健康做出不小的贡献。 快来试试吧,我们下期节目见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,就点个关注吧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节目见。